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,家住屏东的王姓男子,去年财因毒品案出狱,不思悔改,竟从今年2月到4月间,两个月内在大辽、林园、凤山、小岗等地犯下19件窃案,一件抢夺,平均三天犯一案,简直是把犯案当正直。 当时,建方认为他有犯罪习性,严重危害治安,除将他一切到,抢夺罪起诉,鉴请法官判处王贤入狱前,应令入劳动场所强制工作,以资矫正,并加重其刑。 建方起诉指出,目前收押在高雄看守所的王姓男子,36岁,是今年4月19日在林园区一处自住餐店,抢夺用餐的和姓女姊妹有6万3千多元财物的手提带,经和女保警,巡献带货王男。 警方一举清查出王贤从今年2月间到4月,共在林园、大辽、凤山、小港等区令犯下19件窃盗案,包括窃取机车当代部工具,搜刮路旁忘记关车门的汽车内财物,平均每三天犯一案,再押王贤坦承犯行。 检方认为他正直壮年,不思寻找正直,却把犯罪当习性,严重危害治安,除将他一切到,抢夺罪起诉。 检方并建刑法官判处王贤入狱前,应另入劳动场所强制工作,以资矫正,并加重其刑。